黄马又输了,这似乎也不是新鲜事,起脚第九轮,黄马坐镇主场迎战莱万特,开场前17分钟,黄马连丢两球,早早的0比2落后,直到第71分钟,马赛洛为黄马扳回一球,一到二高负的黄马,刷出吃鼠记录。 队史116年最长键球荒总共481分钟,本周马,贝尔,马里亚洛,阿瑟提奥,伊斯克,塞巴略斯,谁也不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,为黄马带来键球和胜利,这时候,你不得不想起黄马曾经的7号C罗,在黄马9年,C罗斯138场打进450球助攻131次, 平均每个赛季贡献50球,黄马如今陷入巨大的危机,C罗离开并非是唯一原因,但8小时不进球,证明着这样的事实,C罗离开之后,黄马进攻体系坍塌了,0比2落后时,电视转播镜头很聪明,都找到了弗洛伦帝国, 此时的黄马俱乐部主席在干什么呢?坐在贵地包厢内的老佛爷,低头玩手机,按照系甲的传统,球队比赛时,两家俱乐部的主席要坐在一起,对莱万克来说,在伯南乌球场2比0领先黄马,这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, 不过对弗洛伦帝洛来说,这是尴尬,是属的时刻,弗洛伦帝洛低着头看手机,这是一种掩饰尴尬的行为,毫无疑问,弗洛伦帝洛就是逼走C罗的人,按照西班牙国家暴明基迭哥托雷斯的说法,C罗并分是老佛爷的心头肉,贝儿才是,老佛,也曾秘密告诉自己的手下,他不关心C罗是否离开, 因为他理想中的狂马风险搭档是内玛尔加贝尔,老佛爷坚持了贝尔犹加狂马,且成为重要人物,就逼迫其达内做出辞职决定,也伤了C罗的心,弗洛伦帝洛低头玩手机的画面,在社交平台上,引发了外界热议,ESPN记者萨拉扎尔调侃,弗洛伦帝洛再联系新的狂马主帅吗? 阿斯报也打句说道,之前媒体传言孔帝要成为黄马主帅,弗洛伦帝洛是不是在问孔帝,也有网友发挥想象PS,弗洛伦帝洛的手机里是C罗的照片。